那什么叫无漏呢 我们用最简单最容易懂得的话来说 漏既然是烦恼的代名词 华言经上讲的妄想分别执着 执着就是见识烦恼 分别就是沉沙烦恼 妄想就是无名烦恼 那我们就知道了 用华言经这个说法大家好懂 妄想分别执着 那无漏呢 没有妄想分别执着 你对宇宙人生的 观察 日常生活当中 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无 血不夹杂妄想分别执着 这就叫修无漏观 这个见解真确 正知真见 你见四地分明 四地是两层因苦 苦极 世间因苦 灭道 出世间因苦 我们常讲 宇宙 直见 性向 离四 因苦 清清素素 明明白白 这正见 那么用现代世界的话来讲呢 这就是正确的宇宙观 人生观 世间人讲这个宇宙观 人生观 真正的这个正确的 实在讲没有啊 为什么没有呢 因为他的妄想分别执着夹杂在里头 于是真一向就看不清楚了 佛真是了不起啊 叫我们把这个障碍除掉 你的观察正确了 才真正看到四世真相 这是正业 第二呢 正思 也就正思为 薄弱无知 无所不知 这是思啊 有所不知